10月16日,周立奇、黄宗泽和诸葛子奇一同出席某时装活动 大家一同观看模特走秀,展示新款服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宗泽和绯闻女友胡信尔将合作拍片 问到是否奉旨亲热,黄宗泽笑称只是奉旨拍戏 不过坦然两人的对手戏倒是不少 阿赛的新恋情公开,问到可打算公开自己的恋情 黄宗泽又感到,谈恋爱存在很多变数 还是稳定了要结婚才会公开 可能大家的性格不同吧 因为对我来说,如果要公开关系的话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要到结婚吧 因为我觉得谈恋爱,恋爱,排脱的事情 很容易,或者是说会有变化的 周丽琪作为阿萨的好姐妹,四十一早知道了他们的姐弟恋 除了听阿萨开心,周丽琪则表示,艺人谈恋爱真的很辛苦 问及周丽琪自己是否会尝试姐弟恋 周丽琪则表示,那要看对方是否是败选女王中的软惊天 到现在她公开了,我觉得替她开心 因为我们做艺人其实挺大压力的 普通拍拖好像是做宅一样,其实很辛苦 所以我觉得我都支持她,希望她辛苦快乐 我在看这个败选女王,我觉得挺好了 如果有一个好像是小天一样的男生 我觉得做败选也没问题 谢谢